对我来讲啊 就前两天的那个事故 我最大的困惑是什么的 就说那个事故 其实你看它撞击的力度也不是那么大 车子为什么会着起来呢 严格来讲就是因为最后的大火 造成了很严重的结果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车子 它前面其实是都是塑料 这都是塑料 这盖就更别说了 这盖就哎 我给你们看这个盖啊 你们仔细看这种感觉 手轻轻摁一下 你们看你看 真的很薄很薄 那你前面什么都这么薄 如果但凡这里发生了一下撞击 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里吧 大家看这里面这个黄色的这些东西 就这个东西这么大一块 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高压逆变器啊 这里面是有电的 对吧 然后你前面这里面又弄了个水糊糊 你这是个仨东西吗 如果前面一撞 好家伙把这个水糊糊也给你撞坏了 把这个高压逆电器也给你撞坏了 这又是电又是水 磁拉一下融在一起 那是否就容易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呢 大家觉得我的这种想法有没有一点道理 觉得有道理的点个赞 好家伙把这种水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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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